欢迎大家来到苏维尔数字化实验课堂 本期主讲的实验是云墙磁场 为大家说课的是苏维尔赵宏老师 我们都知道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 把导线绕在源头上就做成了螺线管 那么通电螺线管中磁感应强度的大小有什么特点呢 让我们一起用苏维尔数字化实验器材来探究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部分来为大家呈现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在开始实验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次实验的目的 本次实验的目的是 利用磁感应强度传感器探究通电螺线管中 磁感应强度的变化规律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本次实验的实验 本次实验用到的实验器材有 计算机 将学生电源 将学生电源 滑动变阻器 罗线管 连接成一个串联电路 注意 在接入学生电源时 您选择稳压6V 且将滑动变阻器 调节到最大组织 这是我们已经搭建好的串联电路 第二步 将磁感应强度传感器探头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上的 磁感应强度传感器模块 第三步 将数据线的地形端口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 另一端USB接口 接入计算机中 即完成实验环境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一 软件使用设置 打开Sensitiz iLab V10.0软件 选择教材通用软件 点击设置栏中的设置 在采集器选择下拉框中 选择Sensitiz iLab V10.0 点击确定 点击新件实验 进入实验平台 点击软件主界面 左下角操作栏 从左至右起 第一个 快速实验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磁感应强度 点击确定 在坐标轴上 建立此感应强度 与时间的坐标关系 在软件右下角 时间设置栏中 可以设置实验采集时间 和采集间隔 本次实验 推荐选择采集时间30秒 采集间隔50毫秒 即完成软件使用设置 二 数据采集 在数据采集部分 我们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打开学生电源开关 给螺线管通电 第二步 点击软件操作栏中的 开始按钮 开始数据采集 将此感应强度 传感器探头 沿轴件位置 逐渐向螺线管内部移动 待探头完全进入 螺线管内部后 再将探头 沿轴线位置移出螺线管 点击停止按钮 停止数据采集 即完成实验数据采集 三 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完成后 通过观察数据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感应强度探头 进入螺线管之前 此感应强度保持不变 此感应强度探头 沿轴线进入螺线管内部后 此感应强度不断变大 之后达到最大值保持不变 再将此感应强度探头 移出螺线管 移出过程中 此感应强度先保持不变 再不断变小 之后保持不变 对此 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实验结论 通电螺线管内部 除边缘部分外 此感应强度保持不变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之前我们一起使用了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云强磁场 在操作过程中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实验前 需检查螺线管是否为导通状态 2.实用时 需外接电阻保护电路 螺线管不应长时间通电 最大电流不超过1A 3.实验中 此感应强度传感器工作时 应尽量避免更依赖磁性工作的物品接近 本次的实验过程到此结束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次课程讲上的内容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主要讲了探究云强磁场 用到的实验器材 以及器材的搭建方法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主要介绍了软件使用设置 数据采集过程 以及实验结果分析 第三部分 提炼了本次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 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 数字化实验系统的使用方法 为大家在以后的教学中提供帮助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知道了通电螺线管中 磁感应强度大小的特点 那么你知道通电螺线管周围磁场方向 有什么特点吗 让我们一起用苏维尔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一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